人还有动物互相陪伴的时间 或许不会超过20年 但一起走过的时光 却是动物和家人们一同学习 一起相处最宝贵的生命教育 而高雄的这一间动物学校 不只是任养猫狗的中途之家 同时也是学习 到底要如何来照顾动物的友善基地 温柔的抚摸狗狗 他是李锦伦 也是五尾香蕉动物学校的校长 这间动物学校很特别 不仅仅是某小孩的中途之家 也是培育四祖们 从你好到再见的各种专业知识 五尾香蕉动物学校就是一个 主要是以四祖教育为主的学校 那我们最主要是研发 就是让不管是孩子到大人 从你好到再见 认识一只动物的所有的过程 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知识 素养能力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主要研发的内容 跟我们会希望能够交给大家认识 然后在有第一只动物认养的时候 就可以很上手 五尾香蕉动物学校希望借由 渐进式认养模式创造人与动物之间 共好的学习空间 不仅减少气氧也陪伴任养人 在与毛孩子的相处路上走得更久远 五尾香蕉动物学校有五个主要项目的核心服务 第一个就是有爱教育的研发跟推动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共同家人的支持 那第三个是储备爸妈的培训 第四个是渐进式认养 第五个是毕业生的陪伴 那这些都是会希望大家在认养动物的时候 都有能够一个完好的准备 我的背景其实是做绘本跟创作的 那当初做这学校最主要就是想要用一个 比较创新的方式带大家来认识动物 进而认养他们 所以我为每一只在校的在校生都画了图 李景伦本职是一名插画作家 姻缘机会曾在动物医院任职 也让他看到许多宠物和四祖间的悲欢离合 也让他兴起创建动物学校的念头 在动物医院那十年当中 我遇到非常多悲伤的故事 弃养或者是过度收容 或者是遇到动物的死亡惊慌失措 或者是有人就是有非常多的爱心 把动物从街上收进来 那当时我就会想说 这些人其实他们真正知道 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情境吗 在这情境下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这些动物们 那其实是很无助的 于是我会觉得养动物 其实是需要一套很完整的知识 很完整的 尤其是比较心理层面的知识 所以五鬼祥宠宠学校在创办的时候 其实是想要给大家这些东西 不是要来训练人做什么 不是来告诉你说你这样做不行 你这样不行 我们会希望给人一些陪伴 那尤其是动物他们需不需要训练 其实动物太单纯了 我觉得他们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训练 真正需要被训练的我觉得会是人 因为人有时候是很需要提醒的 然后也很需要陪伴 五位香蕉动物学校是动物和任养人 搭建相爱桥梁的友善基地 透过同理性练习 渐进食任养 让想要养动物的四组 学习如何照顾动物 与动物相爱 这不仅仅是一堂学习任养的课程 更是相互陪伴的过程 人间新闻中族民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